现在我们底下要介绍 电容器的除能 我们现在学的都是很基础的 就是说补足各位 以前如果没有学好 我们这次要把它学好 因为这个很基本 以后都要用到它 你如果不熟悉的话 我们讲新的东西 你都没办法吸收了 什么叫电容器 就是凡是有两个 互相绝缘的导体 所构成的系统 我们就称它叫做电容器 像这个 两块瓶的金属板 当中绝缘 像这个就是空气绝缘 你上面没有带电 它也叫电容器 就是反正有两个金属 互相绝缘 它就是一个电容器 像这个是 这个叫两个平行板电容器 这个是同轴圆柱壳电容器 两个圆柱壳当中绝缘 那这个是同心球壳电容器 当我们把这个电容器 接到电路上的时候 它自然会 一个极板 就是一个极带正电 另外一个极就带等量的负电 这个也是一样 如果内部的这个 圆柱壳带正电 外面就是带负电 里头的球壳带正电 外头球壳就是带负电 它自然就会这样子 接到电路上 然后啊 这两个极板呢 就有一个电位差 电位差 这就是极板的电位差 现在我们又 又给它一个新的名称 本来这叫potential difference 现在我们说 这两个极板之间的voltage 就是它的电压 那我们发现 你这个电量的绝对值越大 这个电压就越大 你这个增加 这个也增加 我们看到有一个规律 就是你这个极板的 电量的绝对值 被电压来除 永远等于一个常数 就是这个笔值 是一个常数 那这个常数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这个电容器的电容 电容器的capacitance 这个写错 capacitance是电容器 电容叫capacitance capacitance 好 现在我们知道 什么叫电容器了 我们也知道 什么叫电容 那现在我们要来问 如果有一个平行板 电容器 它的面积是a 两个板的面积都是a 两个基板的距离是d 问它的电容是什么 电容是什么 两个基板 这两个基板 它没有说带正电带负电 没有啊 它就说它的面积是a 距离是d 距离是d 它的电容是什么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先想到电容的定义 我们前面没有讲过别的嘛 我们到目前只学过电容的定义嘛 电容的定义就是 两个基板所带电量的绝对值 被电压来除 可是它没有告诉我们 这有多少Q啊 有多少电压 那怎么办呢 没有它我们又不能做啊 好 我们就假设 假设两个基板上 分别在正Q跟负Q的电量 好 你假设是这个 电量假设了 那你就可以求 这两个基板的电压是多少 根据它的电量来求 好 怎么求电压呢 这电压就是什么 就是电位差 电位差我们学过什么呢 V A-VB等于电场的线积分 应该先写这个 就说我们思考的时候 就说现在要求电压 对不对 我就先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那V-A-V-B就是电压 它是等于E-D-L 从一个基板到另外一个基板 那你要求这个 你一定要有电厂 对不对 要有电厂 那这个电厂是什么呢 我这个上面是 因为它是投影片 我在这里讲 所以我就没有把这个话写出来 所以说这两个基板当中的电厂 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值 这个值是什么情况的电厂呢 是两个无限大的导体板 各代Sigma跟Fu Sigma的 电荷密度的时候的电厂 它现在不是无限大 可是我们的电容器 通常都是两个基板之间 距离非常非常的小 当这两个基板非常小的时候 距离非常小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妈妈糊糊的 把它当作是无限大的基板 因为这个时候 它的电厂在当中 都可以当作是均匀的 只有旁边 旁边一点 是它的电厂会有一点弯曲 但是这一点点 我们就忽略不计了 就把它当作是均匀 那就可以用无限大基板 当中的电厂来代替 这个你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你要用到它 你要写清楚 为什么可以用到它 然后呢 Sigma就是Q over A 就是Q over A Q over A 那这个是在 0跟D之间的 那我们就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dx .dl就是Dx 这个提出来这个常数 这个 这个没有 这个写错了 这个 这两个都不要 这两个的 我把它当作电厂 这两个 都不要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跟这个 因为电位它不是向量 所以 C就等于 Y0 A over D C等于什么 Q over A Q over A 那你就把这个 你把这个 V等于这个 Q over V Q over V 那它就是Y0 A over D OK 好 那C跟Q 我们就发现了 最后的capacital 它里头没有出现Q 也没有出现V 虽然你要用到 还是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说 电容器的电容 是跟它带电量没关系 跟两个脊板间的电压没关系 只跟这个电容器的 规格形状 还有绝缘物质有关 比如说形状 这个是平行板电容器 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 是这么写 这么表示 规格 同样是平行板电容器 它又跟脊板的面积成正比 又跟两个脊板之间的 距离成反比 这就是规格了 然后Y0呢 就是你当中绝缘的物质 如果你是空气 或者是真空 是用这个字 所以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电容器的电容 跟脊板的 跟电容器带多少电量没关系 跟两个脊板的电位差没关系 只跟电容器的形状 规格 绝缘物质有关 这个里头 这个不要 这个 这个不要 现在我们看 另外一种 一个长为L 半径分别为A跟B的同轴金属原柱壳电容器 它的电容是什么 像这个 原柱壳电容器 内半径是A 外半径是B 长度是L 它没有带电 也没有电位差 它就是电容器 那我们也可以用 电容的定义 你这里就一定要Q跟V 那我们没有给你 我就假设一个 你可以假设它带多少电 再求电压 也可以假设它电压是多大 再求Q都可以 那我们就先 就假设 它带 原柱壳 内部带正Q 外部带负Q 这样的一个 原柱壳 好 这个原柱壳 因为 因为它这两个原柱壳之间的间隔非常小 就是B-A 非常非常小 这里写 原比L为小 就是非常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原柱壳 都当做是无限长 如果这原柱壳都是无限长的话 如果这原柱壳都是无限长的话 里头的电力线都是辐射状的 都是辐射状的 大小都 就是说 这个电厂当然越超外越小 但是电力线都是辐射状的 每一条电力线 每两条当中的距离 我们可以说是一样 就是它是辐射状的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不是无限长 怎么办呢 可是因为它有这个条件 这个短得不得了 所以 我们当中还可以算它是 电厂跟无限长的原柱壳一样 只有旁边稍微弯曲 不一样 但是旁边只有一点点 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你就妈妈糊糊 就是把它近似于 无限长的原柱壳当中的 这个电厂 这个我们用高式定律求过 这Lamna是单位长度的电荷 那现在 总电量 整个原柱壳的电量是L 是Q 长度是L 那就是Q被L出就是Lamna 现在的电厂就是这个 当然我们要 主要就是要求这个 应该是 我们做题目应该先写这个 然后说这个电厂是这样子 然后带到这个里头来 就变成这个柱壳 你看 其他都拿出来 Row Drow在分 在积分号里头 Row DotD就是Drow 这个都是存量的 最后这个积分的结果 最后这个积分的结果 最后这个积分的结果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他的电容器 那我们说他的电容器是Q over V 他的表示法 他的表示法就跟平行板电容器不一样 同样是 都是同轻吗 同轻轻� adapt 电容器 C的大小又跟它的长度有关 还有跟它的内外半径有关 那这个是表示 它是空气绝缘 如果你是其他的绝缘物质绝缘 它就不是epsilon zero了 这以后我们会讲到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常用的东西 所以我必须在这里 就是说各位必须要先把它了解 你才能够学下去 现在我们看半径分别为A跟B 这两个金属同心球壳电容器 它的电容是什么 半径A这个球壳 另外一个半径B的球壳 那我们还是一样做法 定义是这个 我们应该先写这个 V等于这个 就VA-VB A就是内部的一点 B就是外球壳的一点 这个电厂 这个电厂是指两个球壳间的电厂 因为它的电荷是均匀分布 而它是分布在表面上均匀分布 所以它是球壳对称 那我们可以用高斯定律球 高斯定律球出来的 它就是 S在A跟B之间 这个 这个值 然后你把它带进来 这个积分布 这个积分就是负S分之1 把这个上下线带进来 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通分一下 变成这个值 于是 我们就知道 C Q over V 把这个搬过来 所以电容就是这个 OK 那我们就再看到一次 电容器 同心球壳电容器 它的表示法 跟平行板电容器不一样 跟同轴圆柱壳电容器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要求 半径VR的金属球 就是这个 它的电容 那就奇怪啊 我们不是说 电容器 它是由两个绝缘体 互相绝缘而构成吗 电容器才有电容啊 那你这个不是电容器吗 你是电容器吗 你只有一个球壳啊 那么我们可以 其实可以 我们就把这个电容器 当做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球壳 一个是半径为A 一个半径为B 如果 如果B 半径为B B为无穷远 就是说这个 这个外壳 在无限 它的半径无限大 那 内壳的半径 A就等于R的话 那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你可以把它当做 外面还有一个球壳 好远好远 无限远 也是两个球壳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做 是一个电容器 好 那这个 同心圆柱壳电容器的电容 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 我们刚刚求过 那你现在把B当做无限远 A当做R 那就是这个 那所以这个值 就是单一 同心球壳 电容器 或者单一 同心球 就是单一 导体球 它的电容 OK 好 那么电容 它的功用 就是它可以 除藏 电荷 也可以除藏 电缆 电荷 我们刚刚 就看到 它有Q 负Q 它可以除藏 电缆 那我们看看 它怎么除藏 电缆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球 一个球 半截 VR的一个 金属球 原先没有电荷 原先没有电荷 那我们说 你可以把这个球壳外面 这个球外面 当做一个同心的球壳 半截是无限大 你看不到 这个也不带电 这个也不带电 几书都不带电 那现在呢 我们就从外球壳这里 它本来不带电 我们把它的电荷 DQ 用外力做工 把它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里来 这样不做工 要哦 因为 外球壳本来没有带电 你拿了一个DQ走 它这个地方就 有一个负Q 正Q负Q会互相吸引 它要把它吸回去 那我们要把它 推走 所以你要做工 于是你就把这个DQ 从这里 移到这里来 于是这个上面 就增加了一个DQ 第二次 我再把DQ 又移过来 要不要做工 要啊 因为这里有负电 这里有正电 DQ 本来的DQ 推它 这个负电吸引它 所以这次的工 比原先那个还大 一次一次 把DQ移过来 最后使得这个 金属球带了正Q的电量 因为它带正Q的电量 所以它的电位 就变成V 变成V OK 变成V了 V 那么 假定 这个电容器的电容是C 那根据 电容的 定义 C是等于 Q over V 那V 那V就等于Q over C 所以 这个电容如果知道 因为你这个 导体球 半径知道多大 这个C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你一次又一次的 把DQ移过来 上面存到了Q的电量 这也知道 那这个V就知道了 它就有这个V了 就是说你一次一次做工 到这个上面 储藏了Q的电量 电位是V 好 就在这一瞬间 就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再把DQ移过来 我们就说 就在这一个状况之下 你把Q移到 DQ移到V这个地方上来 你做的工就是什么呢 就是V DQ 就是V V本来就有了 本来就有了 你把Q移到这里来 它的能量就是QV 就是QV 这点我等等会跟各位交代 你这个电位是本来就有的 你从外面移一个Q过来 DQ过来 它的能量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情况 我等等再说 移过来 这是当中的某一次 当中的某一次 就可以代表它 每一次做工事这么多 等到 我把Q移到这里来 等到这个上面不是正小Q了 它是大Q 那它的 电位就变成大V了 不是小V 可是电容器都一样 电容器的电容都一样 同样的导体球 所以V也等于Q over C 那么一次一次都是做的工这么大 这是当中某一次 从头 从这个 这里没有电量 一直到这里堆积到大Q的电量 总共做多少工呢 那就是等于VDQ的积分 那DQ呢 按照Q的积分就是 它是等于 起初是多少电量 到末后多少电量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起初是零 后来变成Q 然后V呢 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它 化成这个 V 可以化成Q over C 那这个积分 就是二分之一 大Q平方 所以 这个系统的能量 就是说 你把电荷从无穷远 不断地堆积到这里 堆积到Q的电量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电难 是这么大 这是它的capacitance 这个物体的capacitance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导出来的 那现在 电容 它等于小Q over小V 等于大Q over大V 那我们就用这个大Q over大V 这个带进去好了 这个就是原先这个 这个呢 是你把Q 当作是C乘V 带进来 就变成这样 好 这个是 把C 把C 等于Q overV 带到这里来 它就变成这样 所以 这三个表示法 都是 一个电容器 所储藏的电难 因为这里头都有Q 这里有Q 所以我们说 电难 是储藏在电荷里面 有电荷的地方 就有电难 这个观点是这样子的 这个狮子的物理意义 就是说 电难储藏于电荷 OK 好 我们现在再看这个 这是一个导体球 它上面已经有V Q的电量了 那Q的电量呢 就使得这个导体球啊 产生一个电 如果是导体球的话 这个电量是在表面 在表面就有一个 V的电位 其实它等位体啊 表面是等位面 里头的电位也是V 因为整个球 整个内内外外都是V 这个我们前面做过 对不对 将总电量Q 从无穷远的地方 移到一个半径VR的导体球上面 这个时候 所做的功 是等于是等于这个 你看它不是Q乘V哦 它是二分之一QV 它的V呢 你有Q的电量分布 它的电位 就是这个 这个公司 就是说你这个 所有的能量啊 都是自己的电荷 你堆积嘛 越堆越多嘛 自己的电荷 所堆积成的是这个 但是如果说你一个导体 它已经有电荷Q 它的电位是V了 你再把一个点电荷Q 从无限远的地方 移到这里来 它的能量啊 就是Q乘V 这个二分之一QV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电荷储藏在 储藏在电荷里面嘛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Q啊 就是你这个能量 就是由这个 本身的Q慢慢堆积起来 所以它的能量是这么大 但是如果说 已经有一个球 它的电荷是Q 电位是V的话呢 你再把Q的电量 移到这里来 那它就是Q乘V哦 因为这个V啊 不是它产生的哦 这个V 是这个Q本身产生的 那这个 因为你把Q 从无限远的地方 移到一个 potential为V的地方上来 那它的能量就是 就是Q乘V 这个要分清楚 这两种情况 不一样 不一样 它的电位 这个电位当然还是这个 就是原来就有这个电位了 但是这个电位 不是这个Q产生的哦 可是这个电位 却是这个Q 自己产生的 OK 好 现在我们看 刚刚就是分辨这个 现在我们看 除残于电厂中的能量 我们刚刚的观点是说 电能除残在电荷里头 那现在我们要看 电能除残在电厂里面 电厂里面 这个观点 那我们现在看 这里有一个 这个 一个体积 是Tor 这个体积 用Tor来表示 用Tao来表示 那这个体积 那这个体积 里面呢 有电荷密度的分布 电荷密度是Row 它跟位置有关 不是处处都相当 电荷密度 是这一群电荷 就是它的密度是这个 那么我们要问 这一群电荷的能量是多少 就是说 你把这个电荷 这个一群连续分布的电荷 都是从无穷远 移到这里来的 那它的能量是多少 好 那现在我们就用 这个观点 好 假设 我们起初 电荷 都在无限远 电荷都在无限远 那我们就把这个Q啊 慢慢移到一个 很小很小的这个 Tor的位置 DQ移过来 让它的电位变成V 那这个电位啊 是它自己这个Q产生的 所以它这个很小的能量呢 就是二分之一VDQ 是它自己产生的 好 那我们把Q U 写成Rotant Detour Rotant Detour 就是电能 全部的电能呢 就是这个积分啊 U等于DU啊 就是这个积分啊 对整个体积的积分呢 对整个体积的积分呢 那我们就把 把这个Rot 用高斯定律 Divergent E 等于Rot over Epsilon Zero 那这个Rot就可以等于 Epsilon Zero 乘上Divergent E 这个V在这里 把它 用高斯定律带进去 然后 我们看这个横等式 假如V乘上E 做一个闪度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 用向量式把它展开嘛 它先 这个DEL 先把E当作常数 它作用在上面 就变成 Gradient E Gradient V.E 然后再把V当作常数 它作用在上面 就是Divergent E 所以Divergent 这一项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积分号里头这一项 它就变成这个 剪掉这一项 对不对 然后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刚刚我们就是这个式子 好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啊 它就变成两项了 对不对 变成两项 这一项 体积分 跟这一项的 体积分 那现在我们看 我们根据 Divergent Theorem 这个项量 的Divergent的体积分 可以变成这个项量的面积分 但是这个面 必须是这个Tor的表面 Tor必须是 被这个表面包在里头的体积 这两个是有关系的 然后这个里头呢 我们可以把负gradient V 当作是E 它就是E dot E 就变成E平方 所以这个式子可以变成这个 然后我们再看 现在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区域 这本来是它的套 是这个区域 现在我们把这个区域扩大 包含所有的空间 包含所有的空间 那我这个当然画得还太巧 包含所有空间 你就看不到这个面了 这个面在无限远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啊 你的电荷是在有限的区域 电荷还是在这里 但是你表面在无限远 所以从电荷 所以你从参考点 到这个表面上的任何一点啊 它的距离都是无穷大 无穷大 所以在表面上面 表面上面 我们说当这个R 在无限远的地方的时候啊 它上面的potential 越来越小啊 因为你有限区域分布的电荷 在无限远看 就是一个点电荷了 相当于一个点电荷 电荷在无限远就是零啊 那电荷 电厂呢 也是一样啊 电位电厂都一样 它是跟R 一字方称反比 这是V R平方称反比 所以无限远的话 表面上的电位 跟表面上的电厂 都是由这些电荷产生的 都趋于零了 那也就表示说 你这个积分里头 这一项跟这一项 这个是指这个表面上的值哦 这个跟这个是指表面上的值哦 趋于零了 第一项 这个趋于零了 因为这是表面上的V 这个也是表面上的E趋于零 那只是只有第二项 第二项呢 它是这个值 那这个二分之一Y0是常数嘛 我们可以把它拿进去 就变成这种积分 于是总电能 等于这个积分 对所有的 这是电荷密度 电荷密度就是这个东西 二分之一Y0一平方 Dta 就是这一项 这无穷大 就是说你这个体积分啊 你这个体积涵盖所有的空间 也可以把它写成 E平方可以写成E dot E 这两个都可以用 那这个里头 这个我们就令它叫做 UE 它叫做什么呢 电荷密度 电荷密度 这称为 Electric Energy Density 叫做电荷密度 现在我们 刚刚那个式子 就是说 电荷是出伤在电厂里面 因为它是用电厂的积分 来做的 来求的 现在我们看 一个真空绝缘的平行板电容器 基板面积是A 两个基板间的距离间隔为D 求两个基板 分别带正Q跟负Q的电量 问这个电容器 所储藏的电能是多少 那求电能呢 那你就想我们电能怎么求啊 这是电容器的电能 它不是一群点点核的电能 那电容器的电能 我们刚刚说过了 它可以有两个观点 一个就是 电能出伤在电荷里面 一个是电能出伤在电厂里面 那我们就 两个方法都来看一看 方法一 我们用电能出伤在电荷里面 这平时满电容器 正Q负Q 电压是这个 距离是低 我们说 电能出伤在电荷里面 有这个式子 对不对 这三个要记起来 就三个表示法要记起来 那么这个平行满电容器 它的电容是这个 因为它现在 出伤在电荷里面 我们用这个表示 这里有电容器的电荷 电荷没有告诉我们 Q有 Q它告诉我们 所以电荷器的电荷 我们就用这个带 它说几板是A 间隔是D 所以电荷是这个 把它带进去 电能就等于 Q平方overD 两倍的ε0A 这很快求出来 那现在我们用 电能出伤在电荷里面 我们先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你用这个式子求电荷 你需要什么 需要知道电荷 你需要 体积基数 那现在我们就说 你这个电荷是什么 这个电荷是什么 那就是平行满电容器 当中的电荷 那我们就说 因为这两个 极满距离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D非常小 你可以把它视为无穷大 所以这个电荷呢 你看这里有写 电荷 慢慢糊糊看成这个字 它就是这个字 这个是什么 两个羁绊之间 那羁绊以外的地方 0 就是x负的地方 D 比D还大的区域 这个都是零 因为这是无限 我们把它当作无限大 所以这空间就分成这三部分 三部分 好 你这个 这个一定要说明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 当中的电场也要求出来 极满外的电场也要求出来 因为它就是 包含所有空间 所有空间的电场 也都要写出来 取体积基数 这时候我取体积基数 取体积基数 面积基数 长度基数 你都要看 它现场的状况是怎么样 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取这样子的 取两个面 平面 跟这个一样大 当中有个距离DA 这一层 当作它的面积基 体积基数 体积基数是这个 然后把它带到这个里头来 所以电能 它就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这个它其实有三个积分 一个是从 负无穷大 积到零 因为负无穷大 积到零 电场是零的 也是零的 还有一个就是从 D积到正无穷大 因为它电场是零 也是零的 我们只要积到零到D之间 零到D之间的电场是这个值 然后我们把电场带进来 D头带进来 它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跟我们刚刚求出来的 用电荷粗藏在 电能粗藏在电荷里面的值 是一样的 我们先讲到这里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